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因为我对你太好 更不要在不能确定可以给我未来的时候 就冲上来爱我 因为你不知道我有多害怕 你突然就说 你要走 有时候我觉得 现在的年代爱一个人 真的是太容易了 三言两语的话题 复合上好感 更见过一次面的清醒 从听说来的优秀到随随便便的一个理由 都可以爱上一个人 爱情 就好像便利店里面随便可以买得到的小面包 或加上不会缺 商家也不会张家 而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可以因为饥饿 而买上一个 只是所有人都不知道自己手里的那个面包的保质器 在你打开之前不知道 打开之后 不知道 酒吃完的时候 你才能知道 这样随意和不缺乏的爱情 让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不解 而我也奇怪 这样简陋的感情 为什么仍然受人追捧 然而事实却是 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 能够真正帮助我们 足出那些失恋的阴霾 除了我们自己 而那些恋爱里面的道理 你只有学会了放下 和看看的人 才能够惨透 想想看 他真的那么好吗 他发起脾气的时候很凶 他刚刚睡醒的样子很难看 他吃饭的时候啊 总是一副狼吞虎咽的样子 你想想看 他真的好吗 他真的好吗 这样他选择离开你 那就让他走啊 说不定明天你就会遇到一个人 但是在那之前 你会确保自己 是一副干净 而清爽的样子 真正的忘记 是不需要努力的 我知道 你可以 也许那个人对你来说 很重要 很难忘 但是你永远要记得 千万不要因为一个 离开的干干脆脆扭头就走的人 而忘了自己 这些话给你们 比给我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